大家好 喜欢吃汤糕的朋友有口福了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今天把我开了30年早餐店 炸汤糕的方法经验和比例 毫无保留的为大家分享出来 汤糕各个空气是古大泡 不开裂不流糖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每一个外皮都金黄粗脆 看着就很有食欲 首先锅中加入900克清水 5克白糖使我们炸出来的汤糕颜色金黄 少许的食用油 放入食用油 使炸出来的汤糕外皮酥脆掉渣 这时候大火烧开关火 往里面倒入500克面粉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成里面没有干面粉的面絮 按照这个比例保证你炸出来的汤糕 软糯香甜 大家看一下 把它搅拌成里面没有干面粉的汤面 然后案板上先倒入食用油 把它涂抹均匀 把烫好的面移到案板上 这时候的面有点烫 用筷子把它发开晾凉 把汤面摸起来不烫手的时候 遮起来 和成面团 我们像洗衣服一样 上下来位搓着揉 最后我们的汤面揉好 用手摸起来 细细滑滑的 像鸡蛋清一样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翻过来 用手把它摊开 把中间摊个小窝窝 中间放入50克面粉 再倒入30克食用油 用手把它搅拌均匀 调成一个油面糊 再把烫面和油面糊 融合到一起 揉搓均匀 揉均匀之后 再轻轻的把它搓成细长条 搓好之后 我们把它切成 大约40克重的面剂子 这样我们在炸的时候 也比较好炸 取出一个剂子 用手把它团圆 然后我们大拇指上面 沾上一点食用油 从中间 一边按压 一边旋转 用力一致 这样搓后才均匀 把中间捏个小窝窝 放入半勺 我们调好的糖馅 接下来我们的动作很慢 用右手的虎口 像这样慢慢的 把口收紧 不能有缝隙 不然炸的时候 有可能会裂开 最后把多余的面鱼 最后把多余的面鱼揪掉 放到手心里面 再来团一下 整理成一个圆形 再用手掌心把它按扁 好了 像这样一个糖糕生胚就做好了 所有的糖糕生胚全部做好 头盘上面放入一层食用油 把糖糕生胚放到上面 上面盖上一层万能的保鲜膜 把生胚放一旁醒发10分钟 这样在炸的时候 不开裂不流糖 接下来锅中有温烧至微微热的时候 放入糖糕生胚 一次也不要放入太多 放进来之后 我们把锅端起来 轻轻的来摇晃一下 千万不能让糖糕粘锅糊底 我们要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炸制 糖糕各个炸制定型 都飘到油面上面 我们用筷子 把每一个糖糕 再来翻动几下 使它受热绝匀 越翻越轩软 各个空气是鼓大泡 大家看一下我们炸汤糕的过程中 是不是不开裂不流糖 一直把糖糕炸至四面八方鸡黄 各个圆鼓鼓的 用肉勺把它捞出控油 一道非常好吃的炸汤糕就做好了 倒在一个黑色的盘中 按照我的方法和比例 炸出来的糖糕 不开裂不流糖 各个空气颜色金黄 软糯香甜 外皮一按酥脆掉渣 里面非常的软糕又香甜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 听到声音了吗 外皮非常的酥脆 里面软 里面软 每一个都不开裂不流糖 外皮 非常的酥脆掉渣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炸汤糕的方法和比例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